好 首先 欢迎大家到上海三世来 学习和修行 我们 到寺院里面来 就希望 通过这个场所 打开自己的 心结 解除自己的迷惑 得到 彻底的觉醒 我们每个人 每天 都走在一条 修行的道路上 每个人 所要 完成自己理想的 这个觉悟的 目标 都不一样 但是 每个人所 碰到的 问题 都离不开 这么几个 要点 那是什么呢 第一个 自我执着的 障碍 什么是自我执着的障碍 因为我们众生的习气啊 就永远 只关注 自己的身体 由于这个身体 由于这个身体 所浮射出来的 民万 地位 金钱 财户 地位 等等等等 所以这些东西 都成为我们自己的 障碍 你看 你追求钱 金钱 金钱就成为你的束缚 你追求名 名利就成为你的束缚 你追求成立的地位 成立地位就成为我们的束缚 所以我们要把 板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束缚啊 要解下来 当你解下来 你就会感觉到 身心很轻松 你没有发现 如果你的身心 能做到轻松的状态 这时候你做什么都容易 做成 或者你要写文章 哇 那个 那个灵感啊 就像涌成一样 奔出来 因为你在轻松的状态里面 所以你的顶子会 特别特别多 如果当我们被 某一种类束不住的时候 它就成为你的束 约束 让你的身心放下 所以你基本上 那种 觉知性和灵性就成为你 当法国来讲 你如果真的能做到 换下名 换下利 换下金钱 换下地位 换下所有这些 东西的时候 你再来 对待 对待金钱明万地位 你就发现 什么东西里都容易 透手可得 所以我们人呢 就这方面就 无法换下 换下 那无法换下的时候 你就不容易感到 这样 我们手上抓一个东西 你再抓一个东西 再抓一个东西 你能抓多少 抓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抓到最后 你就口不堪业 难道最近换下 换下就不属于你的吗 你前两个 你换下 真的不属于你的吗 所以 很多东西啊 我们无法从 这样的角度 来解读这个问题 我们就 受到束缚 所以大家记住一点 这个身体呀 是我们 一切 破坏的 根源 老子 已经讲过一句话 我有大坏 为我有胜 有了这个身体 我们就有 各种各样的执着 各种各样的 换下 各种各样的障碍 恐怖 害怕 担心吗 紧紧吗 都和我们 很多很多障碍 得到了民 怕民事情 得到了地位 怕地位事情 得到金钱 怕金钱没有了 所以我们每天 活在 惶恐 不安之中 这个问题呀 说起来好像很容易 真正的做到 是很难的 但是 我们即使做不到 也要明白这个道理 等到哪一天 你突然间醒悟过来之后 发现 能活在天地之间 可以如此的简单 和自在 但为什么我一生 到现在为止 不快乐 不幸福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所以我们要经常的问自己 我为什么不快乐 我为什么不幸福 我为什么没有智慧 我为什么不能心想事成 多问问自己呀 为什么 佛教之所以不是迷信 就希望我们 从自己的内心当中 去发现自己的可能 去寻找自己 所以 可以达到的那个目标 可以让自己 得到彻底的 障碍和解脱 可以成就自己 最理想的那个可能 就来自于 你怎么解脱自己 所以第一看二讲 我是故我在 你把这句话 进行的进行的 深度的去了解的时候 是吧 你怎么看自己 你的世界是什么世界 你怎么衡量 外在的一切东西 外在的一切东西 恍惠到你身上 就是那种状态 大家 到现在 有没有明白这个道理 就是说 你不想痛苦 别人是 没办法让你痛苦 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吗 就是你不想痛苦 别人是无法强强给你的 那所有的痛苦来说什么 我要 我要痛苦 我要经济 我要难受 我要什么什么什么 所有的东西都是 我们自己要 别人所以才会 给到我们身上 我把这个词啊 叫声音 声音 接下来 你给柴火 烤得刚刚的 那个火星啊 一见上去 怎么样 吵起来 吵起来 对吧 但是你如果 你如果是一堆石头 它烧得起来吗 是吧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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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计划 如果你坐在那里 我骂你是个傻瓜 你如果真的做了傻事情 我骂你是傻瓜 哇 他会爆跳怒人 会 很难受 对吧 如果他是一个像正板桥一样的那样人 聪明绝顶的人 你说他骂他傻瓜 他在意吗 所以正板桥啊 他的座右铃叫什么 对 南德胡铃 他希望自己傻一点 左一点 不聪明一点 因为他太不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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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以前我办公室有个阿姨 叫李基斯 每一次客人来都会 第一个跟他说 哎呀 你基斯啊 你今天好年轻啊 你说他好看啊 怎么说怎么 我在旁边我也跟他开玩笑 我说当一个人说你很年轻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很聪明了 你没有发现 有没有一个人对着七八岁的小孩说 你好年轻啊 他是不是傻瓜 对吧 那这里面是什么 这里面就是 因为我们见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心里很受益 如果他真的很老 哎呀 你又左又难看 他心里会很难过 对吧 当你如果说 这一个小孩子 你很老啊 你很丑啊 他在意吗 不在意 不相应 所以大家记录一点 当别人骂你 你会痛苦 你要找自己的问题 找自己的问题 这就是一种修行 所以 不要去在意别人说我们什么 而是要在意自己 我为什么接受到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东西 重在我们心田里面 让他为了这个事情永远去纠结 你要记住一点 当你每天走上修行的道路的时候 你每天都能得到成长 什么成长呢 心理境界的成长 对事物解读深邃性的成长 打开自己心量 可以包容一切的这种隔级 能站在人世间最高点来服事世界这样的一种高度和境界 能从生老病史的这样的一种框架当中去看人的一型生命的过程 从事物的沉重坏通 看事物存在的规则 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高度和隔级来看待眼前的一型生命 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当你的心打开了 当你的站的高度足够高 当你的心中能包容万物的时候 所有所碰到问题 都不是你人生的大问题 我们所有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纠结一些很集体的事情 所以我们碰到问题 就是我们最好的修行的过程 你没碰到问题 你不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 所以你身边有一个人天天在找你麻烦 你一个上司天天跟你过一不去 你的人天天不服从你 这个人就是你修行的对象 大家记住 所以你的生命当中 有一个这样的人天天给你找麻烦 你应该感谢上餐 派一个这样的人来虐待你 你不要认为是个笑话 你希望不要把他当中小话来看看 你应该说 这个人就是我的一面镜子 天天在对照你 我敢在这里跟你说一句话 当你这样去认识和对待 天天给你找麻烦的人 从今天开始 你的人生再也不会有痛苦 谁也打击不到你 你也不会因为别人一句两句话的 这个对你的不攻击 而忧伤 而仇恨 而痛 也不会 因为你对待事物的解读方式 完成颠覆于别人的看法和想法 在听那个播话记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 是刘一律教授讲情书制药 他讲呢 有一个老公 跟他太太天天天吵架 他老婆天天骂他 一骂啊 不是半个小时二十分钟 而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他说他痛苦都不得了 后来学习上了文化以后 就问那个老师 这样的一个太太何东思虎 她说我的生不如是 我回去要离分 那老师就跟他讲 他说你回去以后 仔细的提一提 你太太讲的话 是不是也有道理 当你有道理了 你就 你就认识你的错误 后来 他就回去了 动不动 他太太就去骂他 他骂他 他就点头微笑 他就说 以前 在心里在抗计的时候 就知道他太太 我母亲 当他接受的时候 他发现 他太太骂了 每天他都很有道理 刚刚讲到了 他身上的问题 等他骂了 他骂了一个多小时后 他就给他倒一杯水 换了他 你骂辛苦了 你喝一杯水 当然太太看到他这种情话以后 后面就不好意思 再骂下去 你没有发现 生活当中有这种状态 你在抗计 怎么样 痛苦就会无量的一杯 对吧 我这几年发现一个道理 任何痛苦都来接 你的抗计 你们直接想想看 是不是这样 因为你不要 别人要给你 所以你就在这个当中 拉扯 所以痛苦就会 就像那大水一样的 倒到你身上 那你苦不感临 但你如果走不过来 你接受的时候 发现这个问题 不是个问题 是个很小的问题 所以大家记住 幸福来自于接受 痛苦来自于抗计 明白 这道理人 所以这个 这个先生 就是因为 他抗计 抗计自己身上的问题 抗计别人 抗计别人 抗计他 抗计什么什么 因为他之所以痛苦 就是因为 他现在有这个问题 就能相应 所以你没有这个问题 别人是给不了 你有这个问题 别人不用给 你都会在你身上出现 所以 所以这里面是什么呢 这里面实际上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所有的问题 都来自于我们自己 大家记住 所有的问题 都来自于我们自己 不是别人给我们 所以我发现一个道理 佛教的教花 叫和花 和花是什么 初一年不懒 对吧 初一年不懒呢 第一 他高级 别人两个不算 高级 第二个呢 转化 他把他转了 把印尼转成 方向 是吧 把印尼 乌臭的印尼 转成 凤凰 很美哦 好吗 很漂亮哦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能不能把 痛苦挫折 转成你的力量 转成你的风化 这个过程 你有没有发现 在转的过程之中 就是一种修行 不断的修正自己 不断的转变自己 不断的改变你的解读方式 你会发现 我们每天都能找到成长 看来我们 我们跟义公团结合 我一个人讲 我是帮不上你的 其实你自己要 你自己要的时候 别人才给得进去 所以大家 如果哪一天 你能明白这个道理以后 你整个人 发听不听的电话 把他交到成长 所以佛法里面 有一个词 它是很明显的 它是这样讲 外求 是魔 内求 是佛 现在很多人跑过来说 哎呀 说不加持 加持我 我说 外求 那你就是魔 就像今天 我在这里给你们讲 可以啊 你能说 说得到吗 你能有说过吗 你有一种 几乎换柄的感觉吗 你有一种 放天覆地的变化吗 你有一种 拿在它被信掉的感觉吗 若没有 我能给得进去吗 你觉得这种事不复杂把刀 你没有感觉 说明你在这里没有得到收获 如果你有很大的感觉 你觉得讲的东西跟你心中所想的是一样的 说不定我们频道是一次的 所以你能不能得到收获 跟我没关系 跟你自己有关系 既然来到这里几天 你是一直在抱怨 因为我们纸多 坐在地上 三个很难受 晚上一个晚上 这个环境 吃那么多人 天天吃饭没肉吃 吃饭上还没那么多东西 这换菜吃了也不可口 这么多人住在一起 汗臭味 脚臭味 什么什么什么 换什么什么味道都换出来 是不是 你也没发现 你如果到哪里多在抱怨的时候 你想想看 我敢跟你说 你到外面去 百分之九十的 照台不在抱怨 那一样呢 你回到社会当中抱怨 回到单位当中抱怨 回到各种各样的场合 你自己 甚至没有人跟你在一起 你自己也跟自己跪不起 抱怨的人就是这样 你哪里能不能明白 这个世界无法给你痛苦 除非你想要 因为你是什么一个心来解读这个世界 所以我经常跟他讲 地义不是耶罗万造的 天堂也不是善意造的 都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 有个人没有死下 已经躲地义的时候 就天天抱怨的那种人 就是躲地义 你们有空好好去想一想 放在你的手机 你基本上在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半个月内 你经常联系的这几个人 你看看他们是个什么人 然后再来看 你也是个什么人 你不能认为这种话 好像有点可笑 为内己能以情分 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 你不喜欢打麻将 你又一个麻将的人 凑在一起吗 你不喜欢赌博 你又一个赌博的人 在一起吗 你见到他们就讨厌 这还有一事 我到神里面去 写一个领导式画 九个人 八个人都是英雄 哇他们抽得很舒服 一根接一根 一根接一根 花完再好 花完再好 那我一个人 在一个小环境里面 被八个人 洗了五个多小时 我苦得不不了 就想跑 但是因为要去办事情 只能去接受 而且还装着很开心 所以你想看 我会喜欢那种地方 第二次 我再也不切 我宁可自己不办 我也不想到那种地方 去被淹清 好几个小时 但是我喜欢出院了 那感觉很好 这大朋友 实在很开心 不要把我赶紧 谢谢 他们是真的很开心 所以你不是那种频道的人 不可能走在一起 当我们跟什么人走在一起 我们是个什么人 那你如果讨厌自己 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你居然学会找变自己 走在什么 从修行开始 而且人这东西 我知道苦难 是人生很好的一堂课 大家有没有看到 我的眼睛 跟我的鼻子 是不一样的颜色 昨天刚从沙漠里面走出来 心灵系来两堂 我为什么好好的生活 不过把自己弄到沙漠里面去 当然是 第一个是 带我们的这个学友去 第二个呢 我想让自己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 去挑自己的心 因为平常说 你这样好好的环境当中 你不知道自己的问题 即使在那种 极度艰难 身体 这个极限扣子的状态当中 你会发现自己 内心当中很多问题 在那个时候 你再有一颗光照力 所以佛法里面有一个词 叫子光 内光 就光照自己 所以你们在这里 被蚊子咬 坐在那儿难受 吃很简单的饭 大天来住在一起 等等等等 这个时候 你既然要求会去 心内观 关照自己 我怎么会这样呢 我怎么会难受呢 我怎么会怎么呢 轻轻找自己的问题 但一个人在内心当中 找自己的问题 从这一刻开始 他的内心的强大 每天都会成为倍数的增加 所以 生活就是最好的修行 你如果 在这一生当中 你想得到 既大费热心的成长 就要给自己 经常搞各种各样的磨难 去磨炼自己 当然 磨难不是灭感 而是用什么 这样的这个工作 从来没做过 我今天要去 挑战他把它做 当你这样的环境当中 你就能 在这个过程 你发现自己的习气 很多很多 所以我经常跟他讲 在苦难面前 内心强大的人 苦难就成为他的营养 内心脆弱的人 苦难就是毁灭他 就会让他动 十八点第一 永远不得操作 所以可以来知道吗 你来到这里 希望你带回来是 是人生无价之宝 回去可以滋养你的一生 你如果来到这里 被别人 feel 来的 被别人赶过来的 被别人走着走着扔过来的 那你就会 我不要 你抱着一大点抗计的时候 你在这里 不会得到一点点的收获 所以从现在开始 你要时刻的 关照自己的身体 打破 那个 我的执着 然后看自己 现在还在继续说 还在放不下手 还在无法面对手 把这个一个一个都走出来 然后去面对它 去看着它 这样在这几年里面 在读情书最爱的时候 你在读啊 读了你有什么说过啊 你有什么感觉哦 从这里面 你吸收到什么营养哦 这里面 完全解决自己啊 跟别人没关系 所以生命的帐篷 是挤着于我们自己 对待它的几个方式 这样一朵鲜花 你要把它 白开帐篷 你就把它排死掉 除非你自己 开出来 那就是圣灵的状态 那我们自己也一样 你怎么去 对待 你自己的 这个 这一朵花 所以大家有空啊 好好去想想 自己人能够我 我家里面有个词 叫我知 我知 知所为自己的身体 知所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修行 修行从哪里开始 从破我知开始 有空吗 好好去想想 我这个身体 我的想象 我的感受 以及我所交往的能 我做的事情 包括你的家庭 包括你的单位 包括你 对自己的解读 和对世界化 我们的解读 这里面会打开一种可能 什么可能呢 你就会去想 我的心跟我的身体 我的人跟我的家庭 我跟我的单位 包括你的单位 跟你的行业 包括你 跟这个国家的民主 甚至你可以往外扶舍 想到了 你个人类 你个天地万物 你个宇宙 是一种什么关系 昨天我在 东华的时候 我就跟那些 徒步的引友讲 我就跟他讲 我们为什么会在商户里面 住的时候 走的时候 用口袋子 把所有我们今天在这里 的垃圾全部都剪掉 剪下来 不要留下任何纸泻合 和垃圾人类的垃圾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我说之所以这种行为 就来自于我们在想 我跟天地 我跟宇宙万物的关系 我们不想破坏这个环境 所以你就会珍惜你所产生的事情 你如果是个中国人 你到国外去的时候 你的心中有国家和民族的时候 你想看 因为你自己的行为而让别人看不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包括中国的校里面有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说 你让自己做到经历里面去了 你还说我对父母很孝顺 我化不下我的父母 那你把你自己的身体都破坏 就是对父母最大的不孝 非常明白的道理 当别人骂我的时候 等于骂你的父母 当你不尊重自己的行为 等于不尊重你的父母 当你在别人心中当中被人看不起 等于你的父母被人看不起 这都是孝的概念 所以孝是什么 孝是由我们辐射到我们的父母和子女 那同时来讲 我如果真的爱佛 我们就不会让别人看不起我们 你自己的形象 你自己的专重 你自己的修养 你自己的行为 点点滴滴都能表示 你是爱佛的 这个时候你没有想到 你跟国家和民族的关系 你跟人类和天地万物的关系 你怎么来想起这些概念 所以我们从这样的角度 我们就不会被具体的执着 自己的喜怒 自己的悲伤 自己的得失 自己的某一个很小的问题 被他集成在这里 你们觉得这是一个好像空旷的道理 但是我觉得这个空旷的道理 往往就能决定一个人的修养和人格 以及他的高度和境界 甚至可以提升一个人的使命和价值 我们不要认为某一切东西是很空旷 跟我们境地的东西没有关系 但是恰恰是一个人未来可能的成就 跟他这一种高度和思想是有相连的 所以人家说站着高望着有 你望着哪一个有度去看待现在 这样我们开车为什么要看地图呢 因为地图会告诉我们 我们要到某一个地方去 然后你一步往前走 才能达到他的目的 你连任何目的都不清楚 你怎么往前走 那文化里面的破掉执着 就是不要只关注在自己的 很记忆的事情上 或者说 今天这个人不理我了 今天这个人给你找麻烦了 今天这个人跟你过意不气了 今天这个人骂我了 今天这个人把我工资扣掉多少了 找什么很记忆的事情 因为你没有永大的 这个目标和广阔的心中的时候 你就会很容易被眼前记起的数捷 所缠绕住 所以我很喜欢周恩爱的计划 他说为中华的哲习而读书 大家有可能要想想看 如果你读书 为一个民族为一个民族的振兴 为一个民族的振兴 为这个国家的兴盛 去读书的时候 你想想看你读什么书 你要做什么人 那个时候读的时候 你就会选择我一定所做的事情 一定是这个国家的民族最需要的事情 也不会说今天工资低一点又高一点 今天某个客户考了婚数多何少去纠结 也不会说今天某个同学刚才过意不信 今天哪个老师把他批评一个 你说他还会为自己自己的事情去纠结吗 我想肯定不会 所以可以来记住一点 一个人的快乐和幸福 来自于他的心胸的宽度和高度 很多人会教我们很多很多快乐的技巧 但所有的技巧 你想得到究竟有满的快乐 离不开这样的一场境界 不然的话我们很难 各位大家知道吗 你今天能来到这里 接受佛法的心潮 我希望你们带回去的是无善正宝 什么是正宝 是改变你解读人和世界的解读方式 这种解读方式改变了你整个人啊 你的命运就会翻天覆地的变化 翻天覆地的目标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破掉我的执着 破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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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 从今天开始以后 你这个时刻的在想 我做什么事情 只关注自己的利益和得失 还是从更高的角度 来看待自己所做的事情 如果能从这种断乱里面解脱出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 你前面的世界啊 非常的广阔 你前面的人生道路非常的光明 即使碰到某一点坎坷来讲 对你来讲都不是个问题 你很快的就得超越它 包括苦难 包括挫折 包括给你刁难的善事 包括你的伴侣天天给你找麻烦 都不是个问题 而且它们都成为你的营养 让你长得更好 让你的思想更坚固 让你的人生更有毅力 我不是在这里给你们算什么东西了 而是要明白这样的一个过程 后面我再送给大家两个字 空气 空气是佛教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字 我们把空气比如说叫做波冷 波冷是什么 是智慧 是大智慧 是出世间的智慧 当你得到波冷的时候 就得到人世间的终极者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什么叫空气 咦 我们心经里面有这么一个一个词 叫 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一空 空不一色 是吧 这样一个词 这神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 色是代表着物质 包括我们身体也是物质 山和大地 一草一木 眼睛看到了 耳朵听到了 身体摸到了 所有的一切 我们家有为法 这些一切呢 都叫做色 色是什么 色是代表着生命无常变化流动 它有障碍和变化的两个概念 那这里面就告诉我们 我们每天所看到的自己 身体 有三老病死 事物有沉住外图 我们看到的那样 殷勤圆缺 一年春夏秋冬 花有花开花落 可是一切都告诉我们什么 无常变化 生命和流动 那你现在得到的东西 不可能永远属于你所有 你现在世气流营 不可能永远都世气 你现在年轻 不可能永远都年轻 你现在老了 以后你会死气 死气了 又投胎又年轻 开始 变化流动 那我们去看 以这一种思想来看待 你眼神手碰的一些东西 这时候你没有那种感觉 人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得更是有更无 光明也黑暗 真和假 难得你老的少 天上和地下 一切的一切 都是这种存在规律 当我们明白这种规律之后 你就发现 你站在天地之间 是怎么看待人类存在的过程 看待一切事物存在的规律 应形规律 所以讲到了 波冷 波冷空性 波冷空性是什么 不生 不灭 不够 不净 不增 不减 如如不动 本来如是 也没来 也没气 也没生气 也没消失 也没增加 也没减少 大家一起来想想看 你的快乐有增加吗 有减少吗 你的痛苦有增加吗 有减少吗 你要知道 光明跟黑暗是并存的 这个 我们中国的八道图 就是一个游顶 你了解吧 就是一个游顶 游顶在这里转一个声 这个是一 这个是羊 它本来就是在这个游村里面 无所谓阴阳 只是我们把它灰成一和阳 白天黑夜有个无 这样看待人 像他说 你看到我的手掌的时候 看到什么 手掌 难道你不认为 他背后就是手背吗 看到你的前面的时候 难道你不认为 他有背后吗 不如存在喔 难道你 见到的黑 就万加的白吗 事物本来如如不度 不争不解 但是我们就会有其神 所有的其神都来进对待 有的对待 你就会被电力带所极限在里面行 你知道吗 我们人最大的不敏心是什么 对待 你是好人我喜欢 你是坏人我不喜欢 但你知道吗 空气它有没有对待 太阳有没有对待 所以它才能成为炉子寄诞 每一个生物都离不开 真正的卓越应该超越一对待 所以佛法里面讲 要跟着不二思想 不二思想 就是什么 就是空气 当你限制在 手心手背 前面背后 白天黑夜 有个无的时候 你就背他手极限 但我们初步开始修行 我们一定要有所选择 精进修行 无助生气 这个欺善欺欲 一定要这种损折制度 但是这种损折的过程 到的一定程度以后 你要学会超越它 经常我跟很多做企业的人 我就经常跟他讲 你看到这个人你不喜欢 看到这个人性格跟你过得不起 看到这个人做了事情 你很不顺眼 当然可以 你可以有能力 你把它开掉开掉开掉 开掉开掉开掉 最后呢 你就剩下自己一个人 剩下自己一个人 发现自己也有很多问题 我说 真正一个好的老板 应该是什么人你都能接纳 什么人都能按照他的性格 安排他的工作 最后 最后 也就像我们大殿里面的如来佛一样 如如不渡 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 不争不解 无所来也无所弃 叫如来 你应该以这样的一种心胸隔疾和境界去看待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当然 几句话好 没办法 空性给你们讲明白 但是你哪一天 能把心经读懂了 你就能找到空性的门 你就可以进去 但你可以进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哇 这个世界原来是这样 不是你原来执着这个 灾这个 痛苦这个 纠结那个 环环这些 原来所有的一切的观点 判断和价值 通通在里面打破的时候 你前面啊 就一片无边无际的 广阔的气口 你想在这里干什么东西 你们知道吗 佛法跟其他宗教实际上没有太大的不同 唯一不同的时候 有了空性的波人 所以他才能比别人更左右 你知道佛家是从什么时候传到中国吗 汉民帝永平十年 汉朝之前我们中国的 儒家道家末家法家的思想 已经达到非常高的这个境界了 佛家为什么能传到进来 能在这个地方站着脚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空气 所以中国川普啊 很多很多世代夫 青年的时候学乳 中年的时候学到 晚年的时候学佛 所以你知道吗 你们如果太年轻啊 跟你讲佛法 你是听不懂的 自听的有那么一点感觉 到时候你也不觉得有什么说明 所以最好呢 四十岁五十岁之后 再来跟你讲 因为你人生经历了很多很多 有任何经历的过程之后 再跟你讲 不得空性的思想 那你就会感觉到 其无惯灵的感觉 所以你们这几天回戏 好好去读心经 观自在佛山 心生波冷波隆密交使 照见无意皆空 对无一切苦耳 神力指 色无意空 空无意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使 亦无如是 神力指 四中华空相 不灭 不够不净 不真不解 色过空中 无色 无受想行使 无命而人 彼神神义 无色神相对受我 无眼见 乃至无意识见 无无明 亦无无明定 乃至无老死 亦无老死 亦无老死即 无无其妙 亦无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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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念一下一下 念到现在为止 你们有没有发现 心经里面 从始至终 一直在念一个词 对 无是什么 破 它是破五一 破六根 破六成 破六十 破十二阴言 破四地 破十八阶 这法破到什么呢 无字亦无得 亦无所得苦 这里面是什么概念 拓 我们一般人拿起来 得到 拥有 是吧 什么东西 教育人说 我做起 啊 钱一路要好 公司开来一路要好 我的人业一路要好 我的拖鞋一路要好 我的拖鞋一路要好 我的定位一路要好 是不是 都是德 它让你 您智慧的不要 您得到的不要 心中一无所有 但是感受一下 什么能感受到 心中一无所有的境界 是一种最高的高度 乃尼里面明白这个道理吗 心中一无所有 没有 无字亦无得 亦无所得 所以三世诸佛 伊波罗 波罗密多 得 得 无善正能正解 得阿弥阿 阿达多罗三远萨里 就是无善正能正解 最高境界 最高境界 用你们能听懂的那个话 就是马斯洛说的自我实现 自我达到人生最勇满的理想的那个终极点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成佛 大量尽致的达成 最究竟 最勇满 最了解 最终极 你什么都能明白 没关系 你现在不能懂没关系 但是 你现在先从刚下的观照 纠缠开始 不断的往前推进 所以 要得到佛法终极的受益 你永远要记住一点 无和谱 你不等于说 没有了 就什么人没有 不是这个概念 将来说 你把好的种子 不断地种下去之后 你用指纹根 你不断的收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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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后面一斩中一大片 你手中了东西 所以老子有一句话 善得不得是有得 他说真正有德行的人 他不觉得是有德行 所以他是真正有德行的人 一斤到晚在追求 我要有德行 我要有修想 我要有道路 我要有境界 我要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那种的人 什么都没有 是不是这样 所以身在如山 不止如山真面目 如果我们真的明白 这个道理以后 你的心中一无所有的时候 你反而拥有整个世界 这就是空性的出色性 你哪里能把这一种境界 注入到你的内心当中 你就是这个世界最强大的那个人 其实有一个人跟你一样的强大 这种跟你 你站在同样的一个等于线上 来看待这个世界 不会超过你 你如果 你如果 能把我今天 所讲的留意 你明白 你就是这个世界 最有福报的那个人 也就是那个世界 最有智慧的那个人 能不能说得到 能不能说得到 说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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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不到是刚开始的爱情 所以 我们在生活当中 你能收获多少 你能得到多少 你有多少感悟 都来自于你自己 跟老师没关系 跟客人没关系 所以 在生活当中 你要记录一点 到处都是你的修行 而且 历尽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好的修行 今天你们也没读到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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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是羊》 他说 厄疑我的人 是贼 天天照顾你 哎呦 你咋好漂亮啊 你很年轻啊 你很富裕啊 你好有修养啊 你好了不起啊 这个人是你生命中的贼 你要记得吗 天天在你面前 厄疑混责的人 就是你的贼 一天到晚 找出你身上问题的人 才是你最好的老师 记录一点 那你什么样的人 能受到别人打击而起 还不吐喝 这种人啊 他内心呢 要你足够强大的人 不然他做不到 所以别人跟你过于不弃的人 事实比人生当中 最好的善事实 记住这里 好了 我们今天的课 先讲到这里 啊 好吗 好吗